公转new condo看房 哈喽 我现在在车上去寿楼部的路上 本来今天约的是下午去 可是为了能够包场 所以就改到了上午起了个大早 然后今天多伦多的天气非常不好 早上一起来就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天气 阴雨绵绵 欣欣 等着我的小助理来接我 他来了 他来了 哎呀 牵我一下 我们到了 就是这个楼盘 Gallery 这是它的售楼处 现在我们就带大家看一套样板间 这个样板间不包括阳台的总面积是660尺 并且是两个房间加两个卫生间的一个户型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一进来这个区间还是很大的 放鞋柜 跟有一些储入的空间 进来不是很局促 并且也有一个可以挂大衣的位置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 然后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客厅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两房两位 算是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厨房这个地方有一个中间导 然后呢客厅跟饭厅的区域分的还是比较开的 并且有电视墙 因为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喜欢的步行不一样嘛 中国人就非常喜欢电视区域跟餐厅区域分的非常明显的 这一堵墙来挂电视也是很方便的 并且我们的餐桌可以放到这一块 这边这个区域 然后外面是阳台 但这里是个样板间 所以它外面就做的是一个假的室外的图 室外的图 现在我们一起去主卧看看吧 主卧一进来 左侧是卫生间 右侧就是我们室内的空间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样板间是摆了一个cream size的床 外加两个床头柜 但是呢是摆不下一个桌子的 就是只作为我们睡觉的空间是够的 然后另外一侧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一起看看吧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卫生间的区域还是很足的 包括这个淋浴间也是双侧玻璃的 我们待会看第二个卫生间的时候可以发现 我们整个Gallery 3的固形 其他的卫生间的空间都是很足的 现在我们就去对面的次卧看看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次卧跟卫生间的部分 是一个对门的形式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房间吧 样板间这里呢摆了一个单人床 外加一个桌子 作为次卧的面积来说 它摆一个双人床 再外加一个床头柜是足够的 如果我们换成单人床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面积 可以来摆一个书桌 可以用来看书学习之类的 然后我们的次卧也是带了衣橱的 我们看看对面的卫生间 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第二个卫生间的面积也是足够的 比如说进门这个地方也有一块 我们用来放东西 放那种浴室里面的小推拉车 女孩子上面放护肤品的东西 也都是足够的 整个卫生间没有显得非常的局促或者拥挤 我们刚刚主卧里面带的是淋浴间 然后次卧这个就是浴缸的形式 但是因为这个是楼花 所以大家在买楼花的过程中是可以选的 比如说您是想要两个 浴门式的还是两个浴缸式的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厨房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越新的condo 其实厨房部分做的是越来越mini的 越来越小了 先来看看这个炉灶部分 它是分一二三四四个 只有一个大的 其实另外三个都很mini 就这个大的我们中国人放一个喜欢的炒锅 其实面积也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微波炉 它面上看着很大 其实打开 里面也只是小小的一个 但这个不可避免 我们越来越新的楼花 condo的面积做得越来越小 就像我们这一户其实只有六百五十九尺的室内面积 但是它也做到了两房两位 所以它整个面积是非常紧凑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柜子 这个柜子里面是洗碗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箱也是做了一体式的设计 但是它就比较小 比较mini 新式的condo 我们有观察无论是两房还是三房 甚至是一房 其他的冰箱整个开阶都只有那么大 可以打开给大家看看 我觉得如果去了Costco买了东西的话 这个冰箱可能都会比较拥挤吧 我们今天的看房就结束了 如果有喜欢或者有什么疑问的宝宝们 可以在底下评论哦 拜拜 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哦 下期再见 拜拜